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始部落的生活照片和文字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 原来这些图片是一位资深旅友 孤身寻找传说中神秘的采集部落时拍摄的 据他描述 那是一片充满危险气氛的原始地带 道路两边时常可以看到毒蛇出没 当地人所说的采集部落分布在鹦鹉山南部的密林深处 要到达那里必须翻过一转布满碎石的山岗 这位旅友冒险翻过山岗后 看到了众多奇特的自然景观 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那些居住在深山里的村民 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技能 竟然在山林间徒手捕获攻击性极强的野蜂 照片发布后 很多人开始对鹦鹉山这片区域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为什么云南中东部这座大山里 至今还保留着徒手捉蜂的原始生活方式 那里的地理和地质环境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 两者之间有是否存在关联呢 鹦鹉山位于云南省区境市失踪县境内 距离省会昆明150多千米 属于乌蒙山系南沿尾部的高峰 海拔2400余米 拔地而起的山形 陡峭悬空的崖壁 让鹦鹉山呈现出了 边东一带罕见的高大山体 地理中国设置组 首先来到鹦鹉山山脚下 一个名叫睡债村的地方 这是一个衣山傍直的小山村 处处透着浓郁的民族特色 记者了解到 水寨村是一个壮族村寨 续续代代再次居住的村民 至今保持着壮族古老淳朴的民风 在得知设置组此行 是为了寻找一群徒手捉风的提人之后 村民告诉记者 在大山深处 的确生活着一些依靠采集维生的山民 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啊嘛 奇怪得很 他们也不怕什么斗 在村民的指引下 设置组往鹦鹉山的更深处前进 一路上记者发现 清脆碧绿的植被中 散落着无数灰白色的石块 随着向上攀登 平缓的山坡逐渐变得陡峭起来 在山脊之上 总立着一座座高大陡直的石壁 设置组穿过这片石墙后 进入了一片树 记者发现几位妇女 正在采摘五颜六色的模糊 这些长久居住在深山里的村民 早就练出了快速准确 巧识独峻的本领 老人其实一带窗 也带你窗下来 村民陈诗兰告诉记者 很久以前 为了躲避战乱 他们的先人就逃到了这片山岭之中 依靠狩猎和采集山里天然植物为生 鹦鹉山中 野生菌子种类多达七八十种 因此也被当地人称为菌子山 这些天然野生的美味 不仅是山里人赖以度日的菜肴 有时还能让他们拿到山脉 换取必须的生活用品 通过交谈记者了解到 这片面积大约十平方千米的树林 在当地人心目中 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长期以来 他们采集树林里的蜂蜜 菌污等食物时 严格按照先人定下的规矩 绝不过量采摘 但是近几年 不断由外来者闯入这片区域 因为遭遇野蜂袭击 导致意外发生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 能够徒手捕捉这些野蜂呢 看来啊 这个鹦鹉山中啊 确实存在着不少的野蜂蜂群 我们都知道 这野蜂啊 一般是具有强烈的攻击性 所以去摘除野蜂蜂窝的时候 这个消防队员呢 都要穿上专业的防蜂设备 即便是熟悉野蜂习性的雅蜂人 当接触蜂巢的时候 往往也会戴上这个防蜂的面罩 那么大山里的村民 怎么可能去徒手捉野蜂呢 难道他们不怕被遮吗 说来也巧 考察队啊 遇到的这位叫陈时兰的村民啊 她的丈夫赵金棠 就是一位鹦鹉山当中的 捉野蜂高手 几间老屋 木栏梅干 石墙黑瓦 这里就是赵金棠和陈时兰的家 得知老赵要和同伴刘亚邦一起 到密林深处 捕捉那些危险的野蜂 设置组计定随同前往 一路上 老赵和老刘告诉记者 村子周围几乎没有平整的土地 可供耕种粮食 山民们世世代代 都靠采集围生 树林里野蜂酿的蜂蜜 是他们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 和山外养蜂人不同 他们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就可以接近野蜂 唯一的工具 就是一顶类似罗盘一样的草盖子 这就是当地人做风的这个工具 像一个锅盖 也像一个草帽的顶 我们看看他们到时候是怎么做风的 行进了四个多小时后 赵金棠和刘亚邦忽然在一片树林里 停下了脚步 他们似乎同时发现了目标 年纪稍长的老刘 很快就锁定了目标所在的具体位置 顺着刘亚邦手指的方向 我们看到 前方大树六七米高的地方 一个挤满野蜂的巨大风潮 悬空高挂 密密麻麻的野蜂近在咫尺 这不禁让季吊感到了些许不安 像我们这种外人进来的话 会被蜂咬吗 会咬 两位老乡轻轻地将木梯搭在树下 悄悄攀上树干后 他们开始捏手捏脚地向风潮逼近 老赵快速轻巧地将形如螺盘的草盖子 放在了野蜂蜂巢的下方 接下来 他一边拖着草盖子的底面 将蜂巢从树干上剥离 一边用刚刚采集的枝条 不断地挥舞驱赶攻击的野蜂 老赵手中的简陋工具 似乎具有了某种强大的吸引力 呈现上万只普通人望而生微的野蜂 逐渐安静地聚集到了草盖子之下 从树上下来 两位老乡显得十分谨慎 生怕自己一不小心惊动了风群 这么一风不会散吧 不会散 哇 这天哪 这得几千个吧 就在此时 我们的交谈似乎惊咬了风群 摄像师被野蜂狠狠地遮了一下 太厉害了 起痒了 酸心的痒了 老赵告诉记者 这些野蜂似乎只遮咬山脉人 而对他们可纠好午饭 只见他将吸附着野蜂的草盖子 小心地放到了一个木箱中 然后轻轻地将风群赶入了木箱 刘亚邦说 接下来他们就将把野蜂留在山中 几十天后 木箱中就会盛满了香甜的蜂蜜 这种徒手捕捉野蜂的本领 是采集部落的仙人们 世代相传的技能 一辈穿一辈 这些走走辈辈都养风 都收这个风 小刘告诉我们 鹰五山中的野生植物特别丰富 野花几乎从春到秋 遍地如适 正因为如此 在山中饲养野蜂 不仅成本极低 而且收获托蜂 野蜂野花野郡 这些成为了深山居民 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资 那么这座处于乌蒙山系最南端 处处透着神秘和奇异的鹦鹉山 和周围山形地貌有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会在这里 保留下如此独特的人文习俗呢 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 很多原本落差较大的丘陵山地 早已修建起了绵延壮观的梯田 在云南省埃劳山南部 巴尼族人用近千年的时间 修建了世界遗产原洋梯田 在广西北部 壮族瑶族的坚民们 也修筑了六十多平方千米的大型梯田 龙脊堤基础 那么为什么在鹦鹉山 人们始终没有形成耕种的习惯呢 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一位地理专家的注意 张世涛 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世涛教授推测 这很可能与鹦鹉山的地质环境有关 在他的带领下 号查组登上了鹦鹉山的山顶 只见一座座高大的灰白色岩壁 耸立在山脊之上 几面岩壁之间 为何成一个个近似圆形的山谷 张教授告诉我们 这些山谷很可能是这一带偏多的降雨 冲刷青石形成的洼地 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它这个溶石呢 沿着这一定的一些构造结理了 溶石发生的 甚至一些落水洞 地表的这水的话就从那里落下去了 那我们是不是能找这坑呢 应该找得到 就在下面比较低洼的那个地方 于是 考察组沿着山脊 下到了两座岩壁之间的一个洼地之中 果然 在洼地的中心 队员们发现了一个垂直向下的洞穴 洞口宽度不到两米 漆黑的空间似乎看不到尽头 张教授决定 先用简单的方法 粗略测量一下洞穴的深度 这个现在我们从这个上面看 看不到它的底 现在我们拿一块石头丢下去看看 它到底有多深 有四秒钟 到后面就滚动可能也听不见了 四秒钟滚下去 起码应该有个六十米到一百米 这样的洞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最后 考察组在这个洼地中 发现了许多岩石碎块 张世涛发现 这些岩石都是一溶于水的石灰岩 他据此推断 整座鹦鹉山的岩层 主要都有这种岩石构成 张教授推测说 因武山的村民放弃农耕生活 很可能和石灰岩这种特殊的地质条件有关 因为哈斯特地貌存在天然的地下溶洞 导致地表缺水少土 不易于农作物生长 为了验证这一猜测 张教授带领队员们沿着巨型岩壁的底部 展开搜寻 当考察组来到大山的底部时 果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山洞 这个高达数百米的洞口 外侧岩层高高峭起 宛如一个弧形的飞岩直冲云霄 它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呢 就是因为它这个洞在的比较深 所以踏下来之后 现在这个两百多米这样的高层 进入洞群内部 考察组果然看到了 大量的石笋 石中乳 石骑石慢 等溶洞沉积景观 行进了一个小时后 在洞穴的深处 考察组遇到了许多垂直向上的洞口 阳光从这些洞口 一缕缕地洒落到黑暗之中 让这个原本阴森的地下世界 变得更加奇幻而神秘 张教授说 这些洞口 在地质学上被称为天窗 而他们中的某一个 很可能就是刚才 考察组曾投石侧身的洞口 在洞穴深处 考察组发现了一条 汹涌的暗河 这条暗河 正将整座山体的水流汇聚 向着更深的地方奔涌而去 看到了这样的山体洞穴结构 张士涛告诉我们 英武山的村民之所以千百年来 无法开荒种地 一直从事危险性极高的采集生活 是由于石灰岩一溶于水 所以在山体表面形成大量的树井 天窗 它们成为了雨水流失 进入洞穴的通道 而如此大型的洞穴 又使得地下暗河 能够畅通无阻地 将水流输送到山外的 罗平 秋北等地 正因为如此 在这座大山的周边 才出现了许多河湖湿地 和稻田粮仓 但是在英武山中 却因为水流失 而无法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 经过科考调查 这英武山的地理特征 正在被专家一点点揭开 专家说 这种徒手捉风 巧食独具的本领 体现了原始和朴素的采集文化 中国有句古话 叫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说的就是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 人们所形成的 因地制宜的生活方式 考察队看似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但是新的疑问又随之而来 英武山的水源 竟然无法保存 为什么在怪事临巡的山坡中 却生长着繁茂的植被呢 老乡还告诉我们 每年的三月份 这英武山一万多亩的野生杜鹃花 就会尽相开放 将整座大山点缀的岔子阴红 难道这些植物 不需要水分和土壤的滋养吗 看来啊 这英武山里啊 还有我们不了解的秘密 张长晴是中科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教授 常年致力于 对英武山植被生态的研究 在多年的科考调查中 张长晴教授发现 这座本应 因为水资源匮乏而荒芜的石山 却呈现出了丰富多样的植被群落格局 在山顶 有属于寒温带和温带的杜鹃花林 而到了山脚 竟然还分布着属于热带的植物 这些物种呢 它有些物种的成分呢 和热带的这个物种成分 有些相似 这个地方呢 它的植被的类型 物种的类型 你看像天南星科的东西啊 桑科的东西啊 对吧 我们所说的像榕树 厚皮榕 这些基点上都是在热带才能发现的 在这儿发现的 我觉得确实还是很奇特的 张教授告诉记者 经过多年的研究 他还发现 英武山不仅整座大山的植被 呈现出垂直分布的特点 即便是在同一海拔的单位面积上 植物种类也十分丰富 它的这个物种呢 在一个平方米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有个六七种植物 它的物种了嘛 是比较丰富的 专家推测 古老的采集部落 能否存在和延续 跟英武山的植被种类的丰富 茂盛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野生的杜鹃 蔷薇等植物 它们可以把根系 扎到树米之下 依靠土层深处 和岩石缝隙中少量的水分存活 原来 英武山刚好处于云贵高原 像广西盆地的过渡地带 湿润的暖湿气流 到了这一带 忽然遇到了这座海拔 2400多米高的山峰 大量的水汽 在上升过程中 凝结成降雨 使得英武山 拥有1200多毫米的 粘降水量 丰飞的降水 虽然无法长期存留 但却足以满足 野生植物的生存需要 同时专家还发现 英武山所在的位置 恰好处于候鸟的一条迁徙路线上 候鸟的飞跃 也为这里植被的物种更新 繁衍 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有些是鸟类传播 也适应它的生长 可能它就在这儿 就生长发育起来了 张长勤发现 候鸟的迁徙飞行 能够通过羽毛粪便 将更多的植物种子 播撒在英武山中 而山坡上乱石密布 石凤丛生的地貌 恰好为杜鹃等野生植物 插根发芽 提供了必要的环境 再加上山中野风众多 它们传花兽粉 将植物种子 传播到山间的每个角落 于是 英武山最终形成了 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野生植物王国 几天后 赵金棠和刘亚邦的野蜂蜂蜜 酿好了 科考队回到了那棵大树之下 老赵用世代相传的方法 将蜂蜜取出 他告诉我们 这样做能够最大程度的 减少对蜂蜜的伤害 今天是真幸运 太好吃了 你们尝尝这个蜜真香 不好意思 太好吃了 来王师傅 来 张嘴 品尝着野蜂酿出的蜂蜜 队员们真切地体会到了 乌蒙山系中的百姓生活 也感受到了 这座云南中东部高山地 自然地理资源的独特 当地的老百姓 他们长期以来呢 就依赖于这些植物 来于生存 如何利用植物的 这种知识 一代代的传承 这是迷奸文化的传承 专家告诉我们 鹦鹉山的卡斯特地貌 所形成的生态环境 和人文地理习俗 具有很多独特的研究价值 如今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 开始踏入鹦鹉山 跟随当地百姓 去探访这座大山的独特魅力 鹦鹉山所在的云南省 位于我国的西南边陲 由于横断山脉 及其渔脉的阻挡 自古交通不便 这种纵横起伏的地青地貌 形成的天然格局因素 不仅让这片土地 成为了我国著名的植物基因库 也使得这里保存下了 古老的采集部落文化 他们对于我国的人类学 与环境学研究 都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样本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